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近日与美国圣核赛举办的Intel Foundry Direct Connect会议表示, Intel 20A和Intel 18A都将在今年量产。 执行厂基辛格表示,Intel不仅会使用其最先进的节点制程,为外部客户代工晶片, 还会提供其全部智慧财产IP,包括其领先的封装技术。 Intel愿意为任何公司代工晶片,其中也包括长期竞争对手AMD。 那么,Intel该如何面对竞争对手,通过使用Intel先进的制程工艺, 在产品设计上击败英特尔处理器的问题呢? 对此,基辛格指出,英特尔将把先进节点制程提供给部分竞争对手, 确实会使得其产品团队会面临竞争对手更激烈的直接竞争。 因此,英特尔去年6月已宣布将晶圆代工业务独立出来, 并单独公布财务报表。 目的是其填满晶圆长产能,更好地为全球最广泛的客户提供服务。 基辛格强调,希望英特尔晶圆代工业务能够服务包括 晶圆达、高通、谷歌、微软以及AMD等在内的所有客户。 因为,英特尔的目标是成为全球代工领导者,不能对参与其中的公司进行歧视。 另外,英特尔还将把服务器处理器、 Ceon团队开发的混合建核技术、Clear Water Forest等成果用于代工业务, 以帮助客户构建更强大的AI晶片, 这代表英特尔愿意将产品部门的智慧财产用于代工业务。 而基辛格在后续回答中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立场, 并指出希望英特尔的代工业务被所有人使用, 这是毫无疑问。 包括希望帮助辉达AMD、谷歌、亚马逊生产晶片。 最终,英特尔希望帮助更广泛的客户, 并为他们提供构建极系统的最强大、效能最佳、最具效率的技术。 对于以上的做法,基辛格进一步解释称, 可能有一些客户会说, 他们喜欢某些英特尔产品, 但希望使用不同的的chip light。 对此,英特尔也表示同意。 英特尔也可以与客户共同构建Clear Water Forest的独特版本, 并加入客户的安全晶片或其他AO晶片与网络、元件。 正式看到了两者互补的可能性, 英特尔也将继续提供软体核心、硬体核心和chip light形式的智慧财产, 供未来的代工客户使用。 为此,英特尔将提供英特尔所能提供的最佳服务, 并通过协议确保他们的智慧财产和供应链受到保护。 最终,英特尔需要建立并赢得代工客户的信任。 英特尔这次首次举行的IFS Direct Connect活动上, 连电共同总经理王石也出席了此次活动, 并对于今年1月底双方宣布合作开发12奈米半导体工艺平台一事进行了回应。 王石表示,为应对行动、通信基础建设和网络等市场快速成长需求, 以及外在环境的快速变化和挑战, 产业之间更需要加强彼此的合作关系, 唯有创新与快速应变的企业才能生存。 因此,双方合作是一件合理的事情, 也存在经济效益,能发挥互补优势, 加速了技术发展时程,更扩展了全球布局。 双方将在英特尔美国亚利桑纳周厂开发和制造12奈米制程平台, 预计2027年投入生产。 王石进一步指出,从很多方面来看, 他们觉得这是一件合理的事情,经济效益也存在, 又能够永续sustainable。 借助于整合英特尔工厂资源, 还可以避免连电赴美建厂, 以及可能存在供果余求的情形。 王石说,如果双方合作模式是对的, 未来还有很多发展的可能性。 王石强调,连电与英特尔的合作关系, 将及时为客户提供更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平台, 稳健的生产基地,高效且充足的产能, 以及更有韧性的供应链。 连电客户可以延续与连电的合作, 根据在28奈米、22奈米成功的经验, 应对终端市场对产品的需求, 无缝接轨到关键的12奈米技术节点。 除了连电,英特尔执行长纪兴格这次还于英特尔2月下旬, 在美国举办的IFS Direct Connect 2024活动, 接受媒体提问时,还特意亲口证实, 英特尔将把两款处理器最关键的CPU晶片块Tile首度交给台积电生产。 这一位业界与外资圈高度关注的英特尔是给台积电CPU代工大单拍板定案, 今年开始易住台积电运营,且处理器款式多达两种。 据悉,相关订单将采台积电3奈米生产, 易住台积电3奈米订单动能更强, 也为两强未来在2奈米制程合作来下伏笔。 在此消息影响之下,台积电2月下旬一时, 台湾普通股大涨11元新台币,售692元新台币, 是台股大盘大涨176点最大处理, 其在美国的ADR造盘涨约4%。 CPU晶片块是处理器最关键的部分, 英特尔向来自制, 基辛格松口式单台积电,震撼业界。 在小晶片发展趋势下, 以英特尔去年底推出的 Intel Core Ultra处理器来说, 采分离式架构, 共有四大晶片块, 其中的运算晶片块, 也就是通常被称为CPU晶片块的部分, 是采用自家Intel 4制程生产, 而GPU晶片块采用台积电5奈米制程生产。 系统单晶片与IO晶片块, 也是以台积电6奈米制程生产。 不过, 英特尔不曾把最关键的CPU晶片块位由台积电代工。 基辛格强调, 英特尔大部分的CPU晶片块都会由内部制造, 但确实有些CPU晶片块会较由台积电生产。 英特尔推行IDM2.0策略, 在扩充自家产能与争取更多晶圆代工服务同时, 也愿扩大利用第三方产能, 上述将CPU晶片块较由台积电制造的情况因此出现。 台积电在十多年前也曾为英特尔代工Atom平台的CPU, 不过Atom平台并非英特尔的主流平台。 外资先前高度关注英特尔释出CPU大单给台积电的动态, 多数预期初期仅会有一款, 为台积电与英特尔先前都不曾公开透露相关讯息。 如今,基辛格松口式单台积电, 将把两款处理器最关键的CPU晶片块TEL交给台积电代工, 比外界预期多。 基辛格说, 这两款处理器是AeroLake与LunarLake。 根据英特尔先前释出的讯息, 这两款产品都将于今年内推出, 偏向消费性市场应用, 意味相关试单台积电的动作今年开始启动。 依目前台积电制程发展状况, 外界推估相关CPU晶片块应是采用3nm制程打造。 英特尔成为苹果、高通、联发科、徽达、AMD等大厂之后, 台积电3nm另一大咖客户。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